灌顶的意思 千万不能误会 灌顶就开智慧了 上司 那这是小瓶的水 弹池 弹极低到你头上 哎呀你喜欢的不太了 智慧开了没有 还是糊里糊涂 没开智慧 那你每天去冲凉 水龙头 那不叫大灌顶 智慧开了没有 但明理 不能迷信了 灌顶这个意思是清楚了 灌是慈悲 忽念 定是最高的佛法 把最高的法传授给你 这个叫灌顶 讲得这么清楚 讲得这么明白 不是迷信了 最高的这个顶法 你得认识 你不认识 不行啊 这个法 一切祝福都说 男性之法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真是男性之法 我们遇到 我们遇到 能相信 应该 这的情形 我们得的是 灌顶法 每一天讲 每一天学习 每一天 接受 摄放 一切诸佛的灌顶 自己要知道 密藏基里的这句话 灌顶 没灭了 灌 大悲 护念 顶 佛国 最顶 那我们现在知道 小本 弥陀经上说 经体 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无量寿经 跟弥陀经是同步 大本小本 小本是 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这个本子 当然也是 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这就是灌顶 顶呢 佛法力最高 阿弥陀经是顶 这个无量寿经 我们公公斤进 把这部信 从头到尾念一遍 就是摄放三世 一切如来 给我灌顶一次 我一天念两遍 就给我灌顶两次 我一天念三遍 他就给我灌顶三次 这是真观顶 跟前面那个一世 不一样 未必得到真理 这个得到真理 再给你说简单的 念一声佛号 佛给你灌顶一次 你一天念一万声佛号 诸佛如来 给你灌一万次 谁知道 念了是密宗的上司 他受过观点 他是密宗的阿舍利 我在美国遇到他的时候 他在美国传密法 密宗之密 无上之密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没人知道 黄宁老知道 阿弥陀佛 所以他这个 住截 住完之后 身体不好 毛病很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下决心 求生 进度 一天 十四万声佛号 一天十四万声佛号 念了半年了 他走了 这是做个我们看的 这是一天 十四万声的观点 这还得了吗 静静音 圣观顶解 对余 对余会大四而言 乃之后卫 因为在会的 参加这个大会 十六正四 都是等觉位的菩萨 在加菩萨 他们守灌顶位 这是后面说的意思 但是对教导众生来讲 教化众生 戒缘灌顶 那这是促位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行灌顶 一定要把阿弥陀佛 介绍给他 要把无量寿经 或者是阿弥陀经 介绍给他 为什么 这是顶 这个方法 能教人一生 圆满成福 其他的方法 做不到 比什么都重要 灌顶的意思 千万不能误会 灌顶就开智慧了 上司 那这是水 小瓶的水 弹池 弹几地 到你头上 哎呀 你喜欢的不太了 智慧开了没有 还是糊里糊涂 没开智慧 那你每天去冲凉 水龙头 那不叫大灌顶啊 智慧开了没有 但明里 不能迷信 灌顶这个意思是清楚了 灌顶是最高的佛法 把最高的法传授给你 这个叫灌顶 讲得这么清楚 讲得这么明白 不是迷信了 最高的这个顶法 你的认识 你不认识不行啊 这个法 一切祝福都说 男性之法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 真是男性之法 我们遇到 能相信 应该这的庆幸 我们得的是灌顶法 每一天讲语 每一天学习 每一天接受 设法 一切诸佛的观点 自己要知道 不知道什么 佛料观点没接受 那这我们就结束了 阿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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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